我们刚才看了那些 陶老师演的戏的集结 然后也看到了很多 跟您搭档的对手 那您觉得跟您合作的 这些演员当中 哪位演员是给您留下 印象特别深的 从我个人最敬佩的 还是李雪剑老师 我觉得有很多方面 是让我学习的 而且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 是前年拍的吧 我们要下生活 我们提前去的江西 采访了老阿姨 因为老阿姨还健在 等于是要下去采风 因为这部戏 其实也是雪剑老师推荐我 然后我们在拍戏当中 我也是请教了很多雪剑老师 其实之前访那个陶老师之前 还特意翻了陶老师的微博 我说陶老师这么好看 他一定会拍很多自拍照 我说我看一看 自拍照什么样 一发找半天 没有您的微博 只有您一个粉丝会的 是的 我觉得你是不是想挖掘点 陶老师的保养的秘籍 我还真没有秘籍 真没有秘籍 但是近距离这样看 我觉得陶老师真的比 实际的年轻 至少要年轻十岁 十岁都少说 谢谢你们夸奖 真的 其实我蛮懒的 那您运动吗 主要是走走路啊什么的 也没有特别地去什么健身房 这就是气死人那种 但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管住嘴 我就是饮食上面 我比较注意 对 听到管住嘴 以后不要来在节目里说我 拿我开玩笑 管住嘴 没人不吃东西 是这个意思 说你是我的本质 是啊 行吧 这个总之 陶老师的秘籍就是 没有秘籍 人就这么漂亮 天生丽生 就是气死人那种 对 那您平时喜欢自拍 我觉得一般 不然我自拍拍不好 您自拍拍不好 我拍了我都有点变形 我也是自拍也不好看 因为后来我就发现 可能 你从自拍不好看 好 行 照镜子就不好看 沙纳同志 不是让你管住嘴了吗 现在憋不住 你现在给我卖客腿 我告诉你 没有没有 那个 其实她的武官挺秀气的 你看人陶老师这说话 还有一个 我发现现在很多 就是包括美颜那种功能 拍出来不真实 就特别不像 所以我以前 朋友圈发出来 我基本上都是没有批过的 然后他们说 你这些人也太任性了吧 人家现在不批谁发呀 我说我也不会批呀 我就不爱一下 就这样子